中国古代,预言故事 假人 先前有一户人家自己有片鱼池 可是水鸭常来偷吃这些鱼 那人就想到一个主意 用草捆扎了一个人 给他披上缩衣,戴上帽子,插在鱼塘中 水鸭再来时,远远看见池中站着人就回去了 一会儿,水鸭又飞来一看 发现的人还没走 他们就在远处的树上静静地张望起来 一段时间过去了,那人却还是不动 水鸭中胆子大的,撞着胆子飞过去 从那人的头上掠过 居然没有反应 仔细一瞧,原来是个草人 结果,鱼儿大遭齐秧 第二天,那人仍站在鱼池中央 披着缩衣,戴着帽子,一动不动 水鸭来了,静止飞来落在草人的头顶上 突然,草人捉住了水鸭的脚 水鸭仓皇欲飞 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也无济于事 嘴里嘎嘎地叫着 草人笑着对水鸭说 先前的人是假的 可现在的人还是假的吗 水鸭中计是因为他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世界万物都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 不用发展的眼光来对待 就会遭到意想不到的灾患 感谢您的观看